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成功广播电台AM936高雄大小市 我是代班主持人云如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这位来宾呢 大家要知道现在9月是新鲜人求职的季节 那这位来宾呢 他的工作经验很有趣 我相信可以帮各位新鲜人 或者说要再度找工作的朋友 来一个激励人心的一个经验分享 让我们欢迎梅子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你们好 我是梅子 很不好意思 我是黑暗到汉子的产物 紫玉汉子 所以那个就很难说台语 请各位亲爱的朋友要多多保涵 没关系啊 高雄的听众们都很厉害 公语哪会通 理议哪会通哦 那这样子我就讲国语好了 你们才不会开这开的 开不下去这样子 笑到老的花 那梅子你之前的 你们的工作是 你要跟我们分享的是哪一段工作经验 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就是 我在房地产的一个工作经验 是做仲介吗还是怎么样 我这个工作是比较特殊的 那因为有些是在路边 就是骑着摩托车跑来跑去 那我大概就是做仲介 就是每天在贴那个 小广告那一种 它比较属于仲介 我是比较轻松 但是又 说轻松又不是很轻松的 我是在那种就是人家的那个 房地产的一个销售中心 对对对销售中心里面 然后就是等客人上门 然后我们做销售 那这样的销售除了房子之外 我们还做一个是可以让人家投资的一个方向 这样子 那就是就像卖预售屋啦 或者说新盖好的房子这样子 对预售屋跟成屋都有 那这样听起来有酸甜苦辣吗 听起来很轻松啊 就坐在那边吹冷气等客人来 没有 我们好累哦 尤其是我们公司 因为我们公司算是一个比较机动性的 就是它可能今天一通电话 你明天可能就要去那个公司报 那个点报到 就你们公司很多销售点 对对对对 不是说只有一间而已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会公司的同事 就会比较辛苦 那你第一次投入的时候 就是报到的时候 是有先做那个嘛 之前训练是不是 对因为一开始我一进去 第一天是报到 然后第二天我就跑去台南了 一辈子很冷的就跑去台南 报到的时候是在高雄 对 然后训练完就被通知说 诶要去台南啊 没有当天受训完 当天去报到完 隔一天就要去台南了 好快哦 那你就马上回家行李 宽宽的 对对 就宽宽的 对然后就第二天就去台南报到 报到了之后 就是在那边受训了一个礼拜 然后一个礼拜的受训 觉得说 诶好像还不错 虽然说没有经过这个行业啦 不过我觉得说 诶蛮好玩的 就是很多东西 很多小细节是 我们平常就是没有注意到的 可是 就是一个礼拜回去之后 学 公司然后去考试 考了试 对 我们公司就是蛮严格的 你们要考证照吗 证照是你自己要去考 那我们公司是内部的一个考核 就是都要考这样子 算你就是说训练有没有OK 对对对 还有待看啊 还有你什么 给客人看的一个赚钱的比例之类的啊 这样子 接着的话 你就是就在台南了吗 我就在台南受训完 然后又回台南去做销售 销售完了之后 我又 那个公司又一通电话来说 啊 你明天要去云林斗六 啊这么临时啊 对 说明天就明天啊 是啊 我电话一放下 我就想说天哪 云林斗六在哪里啊 我就傻眼的 看我同期一夜 我同期说 拍开我的肩膀说 你放心 我会带你去 这个时候我就 心情就比较好一点了 那当然在这边 我要特别感谢 我那个时候的同事自为 他就是带我去报到的那个人 帮你搬家 对 帮我搬家很辛苦 然后想要报到 然后我东西 说实在 女孩的东西也蛮多的嘛 就这样带过去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你就这样 等于是流浪 到处流浪的工作这样子 其实有好玩的地方 也是有辛苦的地方 辛苦的地方 听起来还蛮有趣的啊 有什么比较辛苦的地方嘛 就像譬如说我们公司算是学长学姐式的 我们就可能说 即使你是年轻的妹妹 我还是要听你的 因为你比我早进公司 哦他资历比你久就是了 对对对对对 怎么样听就是他教你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子吗 就是可能你知道就是我们房地产也是有业绩压力嘛 可能会要分一杯跟 分一杯 就譬如说业绩你他肯定要跟他分你 要分你的奖金喔 对对对对对的 每次客人是妳的話 因為每次接客接電話的人不一樣 然後進來的人不一樣 所以就會產生很多的一些誤會 這個在房地產裡面應該是常有的情勢 所以反正妳就是要分獎金分一點出去給資歷比較多的人 沒錯 因為她是學姊 學姊這樣子 要掃廁所嗎? 要喔 要掃廁所 要拖地啊 然後要當然也是平均分配啊 只是說妳不能夠扎一個眼 或者說我好累 都不能講 然後所有的 譬如說妳講的什麼東西不好 其實我們認為我們OK 可是她會告訴妳說 妳這個地方妳不能跟客人這樣講喔 就會擺出一副那種 訓妳的這樣子 她比較 資歷比較老 教訓妳 教妳這樣 可是她應該也是一片好意吧 就是說教妳怎麼講啊 所以我們要轉換我們的心情 我們要想說 嗯 她是在教我 對 即使我們那麼老了對不對 我們還是要去聽那些妹妹的話 對 所以就是說 妳在這一個吃飯學的說 身段要軟 對 沒錯 要彎腰 對 不管是對客人或同事都是這樣子 平衡摸摸摸 還是我們要走就對了 辛苦的地方講喔 那我們接著看妳有沒有什麼比較有趣的那個工作的時候 經驗喔 有什麼有趣的事情 小故事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對 其實齁 有趣的事情真的很多 包含是在某些地方啊 為了要一個看板啊 然後跟人家爭啊 因為後來從行銷 妳們還有地盤喔 應該是這麼講啦 有點黑嗎 也不是啦 也不是那麼黑啦 就是 其實房地產就是這樣子 妳要引導客人進來 所以妳就必須要 所以要想幫幫幫的手段 對 要幫幫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可能就會有一些問題 或是說有一些 恰人恰人就會請妳接在中心啊 那妳就要對付這些人這樣子 要去跟他們做好關係就是了是不是 對啊 就是想辦法安撫 對 就想辦法 要不然明天可能窗戶都破了這樣子 喔 真的好 對 你們那個樣子 超多玻璃的齁 那都很大塊 破了就很貴的耶 對 那還有一個比較好玩的經驗是 我跟我同事 應該是說我們在園林的時候 園林喔 對 我們有個都報這個動作 都 是哪個都啊 就是監督的都 然後報紙的報 是看報紙的廣告嗎 應該是說 譬如說我們現在買報紙裡頭 都有夾一些小廣告 夾報就是 對 然後這個東西 就是